大家好,今天是我们成功基础理念这门课的第11讲 我们的题目是实现你的财务目标 如果大家没有听过以前的讲座的话呢 一定要把以前的课程听完再听这门课 因为我们讲的是一个具体的话题 要前面的理论基础还有实际的方法的练习 才能实现我们的具体的财务目标 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呢 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 不管在哪个国家 都是穷人越穷富人越富 社会制度可能不一样 但是这个现象呢却是普遍存在 这个什么道理呢 有人讲是不是吸引力法德呀 穷人吸引人穷人 富人吸引人富人 或者有的人说是圈子 有的人说是这个制度 这个把财富资源都要富人拿走了等等 这些其实都不对 因为我们听过那个故事 它是真实的 就是说你把这个所有的钱均分了 均分了之后 这个我们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均分给所有的人 但是很快呢 原来的穷人又变成了穷人 原来的富人又变成了富人 所以这个现象 这个结果 它的原因是由于人的想法 我们以前一直在讲的 人潜意识里的一个信念 这个信念想法 不变的话 那么结果就永远也不会变 这个信念想法是什么呢 总结的话就是 核心的话就是个人的这个self image 自我形象 他认为自己是穷人 他一定会做穷人做的事 所以结果呢 就是越来越穷 对富人来讲呢 这也是同样的 所以怎么改变想法 我们前两堂课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如何改变我们的潜意识 这个方法呢 我们大家要自己自己练 所以说我们这个财务状况啊 财务状况是结果 我们自己这个观点和想法是原因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生活的状况 是由于我们自身的想法造成的 很多人把它反过来了 很多人认为呢 我们我穷 我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 所以呢 我就才有现在这么一个状况 会有现在这样的一个想法 和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为 实际上最好相反了 很多人啊 如果我们的想法和观点改变之后呢 我们讲哈 跟我们的出身是无关的啊 一样可以变成成功和富有 所以我们必须清除那些阻碍我们 成功啊 实现我们财务目标的想法观点和信念 方法呢 在前两堂课讲了 是百分之百好用的啊 只要我们坚持使用 但是今天呢 我们讲一下具体的啊 这个我们要建立跟金钱正确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讲财务目标 因为成功 每个人的成功呢 目标不同 有的人是财务啊 有的人是健康啊 有的人是幸福啊 家庭啊 子女啊 等等 那么我们讲金钱啊 金钱是一个好的仆人 却是一个坏的主人 这个话呢 也是说的很有道理 因为 嗯 我们啊 尤其华人 那从小受的教育呢 讲金钱是什么 是邪恶的啊 金钱是 呃 罪恶之源 等等 这些错误的理念呢 因为从小就给我们灌输 所以说 我们在心理上 在潜意识里 对金钱就会有 敌处 因为它是个不好的事物啊 因为赚钱呢 是可耻的 一提到赚钱呢 就感到很可耻 对吧 虽然改革开放 这个讲究思想解放很多年了 但是这个潜意识 还是存在 那么 到 近 到近些年呢 这个思想又改变了 改变就变成金钱至上 金钱至上 就是一切费的钱 那么这个 这个价值观 就是以钱为主 为主 这样的话 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他就是说 钱变成了 人的主人 变成了我们的主人 因为 当钱变成 一个社会的主人 变成一个人的主人的时候 我们被钱所驱动的时候 这就出问题了 那就 这就出问题了 那么当我们 能够 主动的 驾驭金钱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花在 对社会有益的地方 对我们家庭有益的地方呢 那么钱是一个很好的仆人 这就是 我们 看 怎么理解 钱 那么钱本身呢 它是中性的 对不对 它是物质 它是中性的 它没有好坏 就看你怎么花 你花在坏的地方呢 就是 这是坏钱 花在好的地方 就是好钱 那么金钱本身 并不会让我们幸福快乐 也就是说 很多非常富有的人呢 他并不快乐 他也不幸福 对吧 虽然他很风光 但是呢 自己感到很不快乐 但是呢 没有钱 就很穷的人 也很难快乐 也很难快乐 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因为钱可以去掉 很多让我们不快乐的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社会啊 做很多事情 他必须要金钱来这个 来流通 来测量 来衡量 那么你说完全 这个没有金钱的社会 那老早就不存在了 所以说 如果没有钱的话 会发生很多 让你不快乐的事情 你想做的事情 很多做不了 甚至是 吃不好 酸不暖 住的不舒服 对吧 这都是我们不快乐的 那么 包括小孩的教育啊 等等啊 我们想 很喜欢的一些活动啊 你参加不了 那么 你有足够的金钱的话呢 就会去掉很多 这些不快乐的事情 虽然金钱本身呢 光有钱 光有钱 还不能让我们 完全的幸福快乐 所以说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呢 金钱永远是我们人生中 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 啊 抵触他 不能抵触他 要重视他 所以要 我们讲 要增加我们的这个财商 所以 在绝大多数的社会里面 啊 绝大多数情况下 金钱决定着我们的生活质量 生活质量 对吧 这个大家 应该是 同意的 有人讲我们这个灵性 我们这个修行啊 不许要钱 但是呢 我们讲 释迦牟尼啊 佛祖 那他也是王子啊 他说 他是来自于王室 那他呢 是 他本身是一时无忧的 所以他可以修行 如果你有家人啊 有家人 然后呢 啊 要 生存的话呢 啊 不可能达到 说脱离金钱 那你的生活质量啊 所以说你要想实现自由 需要金钱 什么叫自由 我们以前讲过 就是选择的权利 你可以选择做什么 和选择不做什么 那在现在这个社会呢 你就需要金钱 啊 给你提供这个力量 和这个能力 所以说 在现代社会 富有是每个人的责任 啊 不要逃避 不要逃避 而且富有 我们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很多人 当然要付出努力 所以说 有的人就觉得啊 付出努力 而且还不会 有的人不懂这个 实现富有的方法 所以说逃避 逃避之后呢 就有很多的借口 啊 我们当一个人是贫穷意识的时候 当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借口 啊 当富有的意识呢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有的人害怕破产 害怕失败 那么我们讲破产呢 是一个暂时的状态 很多企业家都 有破产的经历啊 但是呢 贫穷是一个永久的 这种心理的状态 这个精神状态 一直伴随着一个人 啊 所以说你不改变的话 不冒险的话 啊 不突破自我的话 你永远是个贫穷的精神状态 永远好不了 而且这种状态呢 并不快乐啊 那么 即使你报险啊 即使你破产 暂时呢 也是一个暂时的状态 只要你这个意识 是富有的 你最终会成功的 好 那我们来算一下 我们需要多少收入 我们的财务目标怎么定 啊 就是每个月 或者是每年 你需要赚多少钱 钱够 那么呢 就是说你的 财务目标 就是说你要有多少的资产 啊 你说我十年之后 啊 五年之后 或者退休的之后 我要有多少资产 这是你的目标 对吗 你要有一定的不动产 还有一定的这个 现金和这种所谓的投资 啊 那么 还要加上你的支出 因为你在你五年之内 十年之内 或者是退休之前 你要花很多钱 包括你的生活的花销 包括你啊 创业 这个做生意 创业 这个投资啊 的投入 这都是你的支出 所以你的财务目标 就是你的最后的净资产 再加上你所需要的投入和支出 花销在一起呢 是你需要赚的收入的总和 赚的收入的总和 而不是说啊 我退休的时候 我可能需要一百万金资产来退休 那你的收入只要赚一百万就够了 那实际上一百万肯定不够 因为你要花 你要投入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自己需要赚多少钱 才能实现我们的财务目标 否则的话 你低估了你的收入的话 你到后来就实现不了你的这个财富目标 对吧 因为你低估了你的收入的需求 所以我们讲一个人要多个收入的来源 多个收入的来源 我个人体会至少要三到四个 如果你就是全家人 有的时候全家人做一个生意 全家人做一个小饭店 做个咖啡馆 或做一个什么什么事 当这个生意受到冲击的时候 你的收入来源就断了 这个是很危险的 这是很危险的 那么多个收入来源 就是这个每个人人而异了 人人而异 你要根据你的直觉 根据你的内心来做出选择 那么三到四个 三到四个这个收入的来源 这样的话呢 那你说我可能讲你这个时间不够 精力不够 这个其实这就是我们讲 不是多个工作 如果你同时打三个四个工 那是不可能的 再把时间有限 这个你精力是不够的 所以说我们 你想讲要是财务自由 或者是实现财富目标 对普通人来讲 是永远不能靠打工的 不能靠打工 打工皇帝实在是凤毛领角 那么 不能靠打工靠什么呢 靠这种 被我们创业之后 创业的目标 要去创造这种被动的收入来源 比如说我 做一个企业 做一个企业呢 并不是我靠我自己 天天在生产线上做工 对不对 我们通过建立一个系统 建立一条生产线 然后雇一些员工 来呢 创造一些被动的收入 那么呢 通过有三到四个这种 被动的收入来源 当然你也可以 有一项的是你主动的 比如说像我这种 讲课呀 教学呀 或者是提供一些服务啊 也是可以主动的 但是下上的吗 其他的呢 下上两成个这种被动的来源 这样的话 才能有一个 比较高的 而且比较稳定的 多元化的收入 这个大家要思考 大家要思考 我们怎么设计自己的 这个收入来源 有的时候一时想不到 但是呢 你经过尝试呢 摸索呢 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会 那么如何创业啊 如何变得富有 有很多朋友跟我讲 你看我就会做这个啊 我以前是学这个专业的 那么我就 我也是 这个方面 我做了多少多少年 我怎么 然后呢 现在并没有富有起来 那么想富有呢 还想在这个 在老本行上有所突破 这个是比较难的 比如说 你当医生 那么你在这个方面再提升 你这个收入提高也有限 那么你 以前比如说你就是做这个服装生意 那么你说还要在服装生意上 再有所突破 这也是比较有限 所以说不能依赖你过去的经历 和你现有的资源 而你现在的资源和过去的资源 就决定了你 已经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 已经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 如果你想改变现在的状况 有所提升的话 你必须有 有想象力 要突破 就是叫创新和创造 对吧 财富是创造的 不是说靠过去的那个旧的东西 一定要 open 就是说打开我们的这个思想 要有接受新的想法 和新的 创造财富的来源 我们讲多个来源 所以说 不要局限于我们 过去的学历 专业 经历 不要受这些束缚 即使是完全一个新的行业 我们从零开始 只要你对它有热情 那么呢 也是可以成功的 那么还有一些原则 还有一些原则 除了我们过去讲 这个如何改变我们潜意识里 这个信念和想法的 这个很重要的方法之外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原则 就是给予 或者叫给予 就是我们给予的越多 我们得到的就会越多 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呢 就给别人 就给出 就要分享什么 如果我们想得到成功 我们就怎么样 要分享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技能 我们的资源 然后帮助别人成功 跟别人一起成功 然后我们就会得到成功 我们需要得到 金钱 我们要善于 给予金钱 付出金钱 善于花钱 以前有个小话题 讲了什么是会花钱 那么你可能想 那我花钱 比如说我从小玩儿 你花了一百块钱 然后我帮助他赚了一百块钱 那我这一百块钱 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 实际上这个 这个钱不是这么循环的 你这一百块钱 小玩儿可能不会给你 回报一百块钱 但是你可能会得到两百块 或者一千块 或者一万块的回报 是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 是从其他人那里得到的 所以整个人类社会 整个地球 自然界 甚至整个宇宙 都是一个循环 物质和能量都是一个循环 那么 必须流动起来 如果流动起来 这会产生不断的创造 不断的创造的财富 那么 所以我们这个花钱 你不要说 我现在花出去 马上要回报 这个回报一定会发生的 而且往往是从你 不在意的那种渠道 回报给你 所以这个时候 回报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接受 有的时候 我们有 有很好的机会 或者很好的财富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不敢接受 或者是 由于我们的潜意识 里的障碍 我们看不到 没有看到 没有发现 等到过了多少年之后 才发现后悔 这就是我们里 潜意识没有敞开 没有敞开 所以我们讲恐惧 这个循环法则 叫law of circulation 这也是一个法则 很重要 就是恐惧会主动 这个循环 就是我们因为害怕 为什么会害怕 就害怕这些新鲜的事物 或者新的机会 或者新的人 那么为什么会害怕呢 就是我们潜意识 还没有改变 我们潜意识 还认为自己是贫穷 如果我们潜意识 认为自己 是非常非常富有 我们就不会有这种恐惧 所以我们做 做一个好的接受者 比如说 别人夸你 给你赞美 怎么样 我们华人 华人的家庭教育 从小都是很谦虚 叫modest 很谦虚 所以说 没有 都这么谦虚的 别人说你孩子 学习真好 但是没有 很一般 说你这个事业 做得真不错 没有 很一般 所以 这种做法 都是阻断了 这个循环 阻断了 能量 或者财富的循环 这个是一个 阻碍我们成功 一个非常 不好的 一个 习惯 所以说 我们要接受 就是说 谢谢 比如说 夸你 你的事业 做得真好 谢谢 你这孩子 学习真好 谢谢 别人给你的礼物 你一定要接受 就是允许别人给予 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循环 别人把这个礼物 或者赞美 或者是任何的 好的东西 正能量的东西 给你之后 你要接受 接受它之后 就开始有循环了 你可以给别人 你可以给别人赞美 给别人礼物 给别人帮助 对不对 那么这就循环起来了 如果别人给你帮助 你这个非常的戒备 没有接受 那么呢 这个循环就阻断了 到你这里 到你这里 你就阻断了 当然 当然我可以把这个 帮助 可以把这赞美 可以给另外的人 但是呢 到你那里阻断之后呢 你就不会 就不会富有 明白吗 这个循环的概念 是很重要的 这是正能量的东西 财富啊 赞美啊 礼物啊 帮助啊 时间啊 资源啊 都让它循环起来 循环起来 我们要给予别人 别人给你 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接受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一起创造财富 一起创造财富 这就是一个富人的心态 富人的思维 就是我们感恩 我们现在说 拥有所有的一切 这些呢 这些呢 我们只有感恩 感恩就是接受 感恩就是接受 接受这些正能量 现有的这些正能量的事物 所以根据这个循环法则 我们要把钱呢 当作种子来增加财富 当作种子 如果你的钱 我们讲 举个例子 如果你有种子啊 比如说你这个 今年收获的稻谷 可以当当作种子 如果你把它放在 这个米袋子里 放在那个米缸里 第二年 它会变多吗 它肯定不会变多 而如果你把这些稻米呢 春天的时候 播种到地里之后呢 那第二年秋天的时候 它会变多 它会增加财富 所以说钱也是一样的啊 如果你不花 不会花的话呢 那它不会变多 那么你乱花的时候 你把这种子 都倒到大海里去了 那或者是倒到那个 沙漠里头去了 它也不会涨 它也不会涨 所以你乱花钱的话呢 也不会增加我们的财富 所以说你要 会学会 播种金钱 把金钱当作种子来播种 那么最好的地方呢 我们就讲了 就是教育 Education 真正的这种教育 不是那种假的 让我们感到个人成长 进步的机构 让我们能获得个人成长 进步的机构 或者是个人 或者是活动 这种机构 这种个人 或者这种活动 都是我们值得花钱的地方 为什么呢 都是我们 播种金钱 然后获得回报最好的地方 就是说把钱花在哪里 我们要考虑 这个 花在这里 这个事 或者这个人 或者这个机构 把钱花在这里 会不会得到 我们个人的成长 进步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 那这个钱就是值得花的 不要舍不得 你要知道 这是在播种 这是在投资 这是最好的回报 有的人 就是这样的 我上饭店吃顿饭 我出去玩一圈 旅游一圈 花好多钱 我认为很值 那么呢 当我要让你学习 要是这个 或者是给别人提供帮助 然后他这个财富循环起来 这些事呢 他都不愿意做 他都不愿意做 他觉得是这个钱花的 浪费了 不值 没有享受到 没有享受到 所以说他就不懂这个 播种金钱 播种种子这个概念 所以我们最后呢 讲一下我们这个目标呢 要具体明确 因为我们在上一堂课讲过 我们在编码我们的潜意识的时候呢 设定一个目标 要具体明确生动 不到因为害怕 把目标定得太低 就我们讲过 那么目标是多少呢 就是说我们 要知道我们的 一个几年之后 或者什么 一个时间段的 一个目标 再加上这是之前的支出 这是我们需要的 一个种的收入 这是我们今天 讲的话题 谢谢大家